记者陈梅英台北报道,台湾空气污染问题越发严重,不少人归咎于火力发电,对此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今日表示,空污来源很多,火力发电产生的空污指振2.9% 至于地方反映希望空污基金改以污染源大小重新分配,赖清德也说可以重新讨论,没有问题。 赖清德说,空气污染来源有很多种,台湾空气污染源主要三分之一来自移动污染源,也就是平常所开的汽机车,将近三分之一来自固定污染源,特别是工业的发展,其中火力发电大概占2.9%,其他三分之一来自境外,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。 现行的空污基金是以人口比例来分配,媒体询问未来是否朝向以污染源大小比例分配。 赖清德说,如果地方要求变更现行补助依据,它可以请还保守和相关同仁。根据污染源、人口及其他因素重新研究与讨论,没有问题。 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今日参加国发会在松烟举办设计翻转,地方创生成果暂时在会前被媒体读访时有以上回应。 另外针对昨日与民进党立委参序沟通整合对劳基法修法意见,赖清德说,民进党对行政院版本原则上是支持的,沟通协调过程中没有出现困难,只是有些文字可以更精准些,方便对外说明。 赖清德说,当初行政院把此版本送出去前,已经跟立法院透过各种管道充分协商,然后共同决定。 所以民进党是支持这个版本的原则上是给资方及劳方谈性,特别是优先保障劳工权益。 赖清德说,在整个沟通协调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困难,我们也希望在原则不变的情况之下,有一些文字可以更精准,方便跟社会大众说明,不至于招之误会,这部分立法院会来负责这个事情。